不會吧 總長 我們兩個不合嗎 不會啦 沒有價位數 沒有價位數 總長剛才他一直說啊 我的任期是四年了 總長有總長的想法 我尊重 那你贊不贊成他的想法 再說吧 連任期都不願意幫他保障了 對 在這麼多的人 是這個跟陳秋明總長曾經飲驗過 在這多少人當中 我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但是我對陳秋明總長 在接了總長以後那個春節 到黃芳燕家裡 黃芳燕親自下廚 然後兩個人也喝了點酒 喝酒我們擺在一邊 這樣一個關係 而且特徵組辦黃芳燕辦扁案 會棒到這個關鍵的帝王證人跑掉 這是不能原諒的 我特別要質疑就是說 2008年8月25號 特徵組跟黃芳燕有偵訊 有一份筆錄 黃芳燕在裡面明確的提到 他有一億多元是放在他哥哥家 而且他們的家人裡面 全部除了他 他都是這個美國人 美國籍 然後新加坡他有七千多萬 他在這個筆錄當中 對於2004年 他幫蝙蝠選的時候 他對於他的這個七千萬到海外去 他說那時候是為了移民 後來又說為了選舉 怕錢不夠 所以暫時放在其他地方 然後再補助這個陳水扁那個 不足的地方 這些暫時反反復復 前後不一 作為一個警察總長的 作為一個特診組的 任何辦案的一個 這個檢察官 你看到這個筆錄 你沒有質疑嗎 你有龐大的巨款 在新加坡 在美國 所有的家人 都是美國籍 然後他自己民國78年 就有綠卡了 你辦案辦到說 你完全不知道這個人 18年來持有綠卡 有龐大的巨款 這個人是可能跑掉的 要不然你就黃芳葉 要不然你陳宗明是麻木不仁 要不然你就是故意重放 只有這兩種可能 今天李慶華也有問到這一段 陳宗明說他都不知道合理嗎 這一段我們也掉一下那個袋子 來 我們談這問題 大家是不是稍微比較 理性一點會更好啦 因為讓觀眾了解 我是比較這種態度 今天我在分析 我看邱宜是一個發動 非常強烈的公司 因為總長不用到立法院備詢 因為今天是探討預算 所以部長跟總長 還有包括司法院的民署長 謝文殿也去 因為預算 所以邱宜的人應用這個機會 發動一個非常強烈的 導臣的公司 非常清楚的 那王清風未必跟他有默契 只是說一種被動回應 從這種被動回應看出來 王清風跟邱宜 是有一種類似打網球這樣 在互相在運作 這看很清楚 然後我們終於看出來了 王清風跟陳宗明是貌合神離 兩個的確已經沒有什麼好講了 那因為不管謝奇他或邱宜所檢舉的 台高檢的嚴大和已經進行行政調查 會不會變成刑事調查 我想我們就尊重他們 這個他有個機制 這個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我們也 我不敢妄加論斷了 但是的確今天這個花天酒地 這個四個字 我也對邱宜兄說 這四個字不遺用 因為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花天酒地就去club啦 帶妹妹出場啦 是這一種 所以陳宗明會生氣 我想有他的道理 但是現在是 我要把它做一個結論就是 很顯然的 王 王部長 從他的口氣來說 是倒成的 也要陳宗明走的 但陳宗明今天表態很清楚了 他不走 他有任期制 這個情況下 我的觀察這樣子 其中有一個人要走 或者兩個都要走 但是我要提個觀念 沒有人是不可取代的 哪怕今天沒有馬英九總統 也有另外一個總統出來 沒有這個體制 沒有人說 一定要那個人在的 包括我對陳宗明 最嚴重的指控 是黃黃燕事件 如果說陳宗明要下台 我認為這個比他前面什麼 那些 影驗啦 剛剛沈大老說什麼 威嚴會很難記 就吃飯啦 我覺得這個最嚴重的是 黃黃燕事件 這個落跑 造成一個整個弊案 非常大的損失 我是認為陳宗明要下台 要下台 為這個下台 但是定奪者 我覺得今天 最要做最終裁判者 我認為是馬總統 我們看剛剛那一段 那段對話 不要我先講一下 黃黃燕這個案子 我也認為 陳宗明跟特徵組 要負責任 但是這個責任 不是外界所講的 陳宗明要下台 我不贊成這樣 要把責任釐清 因為特徵組檢察官 有出來說明 當初我有找黃黃燕來查 查的結果沒有問題 所以就沒有注意 給他限制事情 給他出去了以後 才知道說 啊在美國 他不回來啦 也現在還以為他要回來 怎麼樣 他其實都有說明 現在再來講這個 時間太長 我們也沒有看見 我們無從評斷 對還錯 但是監察院有調卷 監察院已經在進行調查 監察院調查結果 認為是特徵組檢察官該負責 或是陳宗明你該負責 連帶責任 監察院要做出處置 然後移送工程會 工程會來決定 應該不應該撤職陳宗明 假如陳宗明該負責 所謂縱況 不是外界講的縱況 不是他走了 就叫縱況 崔永走了 誰這種話 拋掉了 那方方遠走了 你沒有先進出去 有沒有輸出 這個責任的釐清 不是我們講的算 當然 陳宗明如果這個要負責的話 我相信法律也要賦予他特定的責任 那我還很簡單講一個 中信講 邱毅說高檢署已經在調查陳宗明 好啦 那就是既然邱毅跟王清空 如果說兩個人在套招 這種情況下 陳宗明是刑事偵查的被告 邱毅說 這種情況陳宗明應該回避 依法回避 我告訴邱毅 當了立法委員 不要連普通的法律常識都沒有 什麼叫依法回避 所謂回避 主要是 不是被告要回避 被告 這個講完 這個很簡單 我要辦理 是 我跟你關係密切 法官或檢察官才有回避問題 不是 立法律見證 跟今天王清空講的不一樣 王清空說如果要回避就要回避 他錯了 我告訴你 王清空說對 人家是法務部長 來來讓給我解 但法務部長不一定的比我高 我現在 不是 王清空或是邱毅 假如能找到一條說 陳聰明該回避的理由 我不上節目 但是如果不是 請他們閉嘴 好來 我們今天講到陳聰明的問題 陳聰明自己講 他扁案告約段落以後 他會去遲 他沒講 他是說 他沒講 他說扁案偵辦告約段落 這個媒體有報導 好 什麼時候這樣 那個時候媒體報導 公平沒辦法 不要為了 陳聰明一直頂我的嘴 不要交給我 大家給我講 讓你再講完 那你再講完好不好 那你讓我講完嘛 不然的話通通給你講 好了那我不用講 陳聰明說 他爭辦告約段落 他會決定他的去留 好 11月1月最佳起訴 好 第二個 黃芳葉 請問一下 他交代了沒有 那陳聰明跟特申組的檢察官 我這一點呢 我同意義紅 除了監察院調查 他應該 要不要接受司法調查 要不要 今天我們不要談監察院 我們就是說 特申組檢察官跟陳聰明 這一組的 要不要接受司法調查 也可以啊 因為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那你同意嘛 對不對 我們就請高檢組調查嘛 如果你問心無愧 我希望特申組跟陳聰明 你都接受調查嘛 對不對 好 那第三個 我現在還是問陳聰明的政商關係 跟陳聰明跟這些建築商人之間的一些關係 他是不是身為檢察總長你要不要交代清楚 當然大家都有朋友 但是好比說那我主管軍備的 我也有軍火商的朋友 或者我也有伯伯的朋友 這樣子對嗎 這樣子是不對的嘛 所以我建議陳聰明最好 你把你的政商關係通通交代 然後第二個 你坦然接受司法調查嘛 由司法還你清白 然後第三個 那你自己本身說 偵辦告一段落 決定個人的去留 你在媒體上面就是這樣子講 好 那這三點陳聰明自己做到了沒有 來 我先講斷一下 最簡單的 友娃現在又是講決定去留 假如他有講說決定去留的話 就不是說他不幹啊 決定的結果我要留啊 來來 蔡偉來 那怎麼可以說我不幹呢 去跟留這百分之五十五十嘛 那我決定要留這樣可以不可以 你什麼時候說他說 但是國家的體制 連一個檢查總長都解決不了的話 那你也說國家的政府怎麼運作 來 蔡偉來 公允來講 就是說檢查總長他有任期保障 就像立法委員總統都有任期保障 一樣的道理 那只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 因為檢查總長沒有退場機制 那所以才造成今天一個僵局 可是即使說你覺得陳聰明應該去職 應該去職的原因是什麼 要看什麼制度來運作 比如說我設計的退場機制就是說 因為有一半的立法委員對你不信賴 所以把同意權給撤回 所以你應該提出辭成 由總統決定去留 只是一種方式 不需要理由的 就像罷免總統是不需要理由的 一樣的情形 但是如果你是要以他的品性 以他的犯罪紀錄 來進行所謂的解職的話 那個程序要非常嚴謹 我很公允地講 不能說因為你有政商關係 什麼叫政商關係啊 其實你認識政治人物 像很多人認識我就跟我有政治關係 我想這個說不通了 這個會變成一種像文革式的政治鬥爭 我是非常的不贊成 所以我積極在推動這個退場機制 但是用這種所謂的沒有具體罪名的方式 去扣任何一個人 包括陳聰明 我覺得對我們的整個政治文化 並不是正面的 我們都很嚴格 很認證才對 有啊 剛剛提到調查的事情 今天在立法院也有一段對話 邱毅特別問啊 今年5月8號前立法委員 謝啟大寫檢舉函到高檢署 檢舉陳聰明涉及 精控弊案 高檢署已經分案調查 在調查期間 陳聰明是當事人 應該迴避啊 陳聰明說 我不認識中信精控的人啊 不管是老的少的 建商是有認識 可是他是私人情誼跟公事無關 至於葉聖茂搜署 可以請葉聖茂來跟我當面對職 王清聰怎麼答 這個很重要 來 美宜 如果檢舉函的事情 調查是查清楚 依照刑事訴訟法 陳聰明該回避就要回避啊 如果剛剛老劉講的 就是說有一定的回避機制 這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要講 就是說今天王清聰跟陳聰明的對話 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的意思是說 我尊重總長的想法 那總長的想法就是我要再幹 就是制度上我是四年 所以今天其實 剛剛也解釋得很清楚 如果今天陳聰明是違法失職 包括監察院彈劾他 他重放彈劾院彈劾他 那他送工程會他該下台 或者說剛剛這個檢舉函屬實 那他就違法失職 那他也應該被接受調查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討論方式 我覺得是有點遺憾 為什麼今天擺明 就是有一群人開始導臣 導臣 導臣有沒有道理 是要用事實來鋪陳 我們不要情緒化 那也有人在挺臣 那挺臣有沒有道理 那也要訴諸於公論嘛 不要喊來喊去 群眾會搞混淆 我覺得會搞混淆 我覺得部長跟總長都要自我截止 我覺得犯罪是要事實認定 就像今天陳水扁 你把他壓在那裡 有一群人說該壓再延壓 7月15號到了時候 要不要再壓再壓 有一群人說你侵犯了他司法人權 所以該不該壓 就看就是說你證據辦到哪裡 那今天比如說我試問 誰能定奪總長去留 我覺得是陳崇明自己 而不是總統 如果今天馬英九 叫陳崇明下台 我請問你 特徵組再解散一次 再重組一次特徵組 你陳水扁怎麼辦 你就要放出來嗎 把陳水扁放出來 然後重組特徵組再去辦嗎 還是你陳水扁的案 就不辦了嗎 所以我們要很理智的去想 今天陳崇明 最該萬死到這個地步了嗎 第二個就是說 的確黃芳燕事件是 沒有辦法讓人家原諒 到目前為止 特徵組也好 陳崇明總長也罷 都沒有一個說明 那陳如審議師上次講 他有可能在下次的 那個另外一個案子裡頭 他來做一個交代 但是就是人民是一個疑惑 尤其因為陳崇明 去吃了人家一頓飯 人家炒飯給你吃 所以這個是怎麼講都講 講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是說 但是任何討論 我覺得是理性來探討 不要這樣喊 好對於黃芳燕跟陳崇明 之間的關係 今天立法案也有很精采的對話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也先來開玩Coin好不好 觀眾朋友一起看 怎麼看王清風跟陳崇明的關係 這是不是要有一定的處理呢 更重要的 北南這樣辦得下去嗎 我們聽你的Coin 馬上回來